我们始终把用户需求在哪里 用户是否满意摆在第一 不断坚实立足于传达日本产品高品质特点的新产品制造 例如电子锅的开发 我们使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当地产稻米和水 将收集的用户体验应用到产品开发之中 此外在面向海外销售的产品中 除了能用当地稻米 电子锅还一定具有美味喷煮日本稻米的功能 当然在设计方面 我们也会充分考虑当地的习俗 进行设计、配色并完善产品系列 虎牌产品从研发阶段到生产阶段 为了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还致力于贯彻严格的品质检查 产品生产设立约50个左右的检查项目 除了材质检查、电力性能测试 还人工目测实施各类测试 站在用户需求立场 实际使用商品进行反复试验 以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等产品的高品质 产品组装生产线 一般多维机器组装 而在虎牌公司 即使产品可以自动化生产 我们却选择依靠员工的双手 由员工一个个仔细生产 坚持诚信制造产品的精神 与用户构筑起安心和信赖关系 互信关系正是虎牌自诞生也来坚守高品质来源 非常重视生产第一线的环境整洁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虎牌的成长可以追溯到1923年 作为热水瓶制造商的起步 玻璃热水瓶容易破碎是当时的常试 而我们透过在外壳与内胆之间填充 瓦楞值等独特的改良方案 开发出更耐用的商品 其后的关东大地震成为 公司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只有虎牌热水瓶没有被震坏 所以产品的牢固性一下子 在全日本上下传了开来 伴随着时代进步的步伐 虎牌又相继开发出无数 拥有独特创意的新商品 自创立以来 虎牌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特的真空科技和绝热科技 透过使用独自开发的真空排气装置 实现了更轻、更薄、更牢的产品制造 利用这些科技优势 我们相继开发出玻璃保温瓶和不锈钢保温瓶商品 除此之外 还致力于专研保温瓶以外产品领域的温控科技 开发出电热水瓶和电子锅等产品 利用真空隔热科技和温度控制技术 开发V1电热水瓶 还成功验发出被认为温度控制难度极高的 使用了天然土壤的土锅IH电子锅产品 历经了无数挑战的这款产品 混逝之后创下了历史性的销售记录 揣摩本质、精益求精 我们自创业以来坚持不变的制造精神 构筑起了电子锅产品的新的世代 不仅在日本国内 更为带来全世界的幸福大团圆 我们还推出了使用虎牌喷条器具 轻松喷煮各地料理的菜单介绍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在喷条池南中 刊登日本料理的菜单 虎牌热水瓶不断迈向未来 今后虎牌仍坚持将首创业以来 永恒不变的追求 关爱和谐、关爱环境 致力于为全世界增添温暖 为全世界带来幸福大团圆 大学 degrees 大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